我的天呐,一个小小的橡皮艇坐了这么多人 这胆子也太大了,这里可是大海 这是一群非洲的难民 因为自己国家太穷,想去欧洲找工作 走到半路漏气了 万幸遇到路过的货轮及时救援 这又是婴儿又是孕妇 否则真的是凶多吉少 本行次,我轮装载两万个集装箱 从深圳延田港出发 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鲁洋 雅丁湾,过了瑞士运河进入地中海 最终抵达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港 全程8274海里,需要航行28天 有老铁会好奇 这么大的集装箱单程的利润是多少呢 这里给大家算一下 一个标准集装箱的运费8000美金 装载两万个标箱就是1.6亿美金 油耗一天150吨重油 每吨重油800美金 28天的油费就是330万美金 最后就是通讯费,饮水费 靠泊码图的费用和伙食费 船员的工资等闸费 约200万美金 瑞士运河单程过河费70万美金 剩下的就是毛利,大约1.5亿美金 约和人民币10个亿 老铁们,你们觉得这个利润怎么样? 现在我们在印度洋行情 这里的海矿不太好 风浪有点大 船也晃得厉害 不过集装箱在开行前都做了加固 货物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船员就有点糟对了 看着大哥在干嘛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表演杂技 得了,盘子都没了 这还吃个锤子 三富看着这一堆跑来跑去的资料报表 也是很无奈 至于晚上怎么睡觉 那就要看技术和定力了 如果睡不着 你就慢慢的数羊 数到一万只的时候 差不多也就该上班了 经过20天的航行 我们已经穿过印度洋 即将进入雅丁湾 运气还不错 这里偶遇了海豚群 给我们做银行 这可比水珠馆要精彩多了 为什么海豚喜欢在船前面游泳呢 船舶在航行过程中 在船体的周围会形成一个压力圈 周围产生很多的压力波和压力流 海豚沿着这个波和流游泳 可以大大减少体力的消耗 海洋中的生物以生存为目标 如何节省体力使自己生存下来才是最主要的目的 这也是本能 现在我轮航行在雅丁湾 也就是说巴里海盗区 这是没有聘请安保护航人员 我轮的干旋高度18.2米 这个高度海盗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想法 很难爬上来 又节省了70万美金 不过给大家多发了一些劳务费 所以呢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见 前面就是收费站 这一趟70万美金又花出去了 水士运河呢 去年一年的收益超过了60亿美金 就是去年被堵的那条运河 一个小时间接给全球的经济贸易造成了损失 就高达数亿美金 这条运河太重要了 目前只能实现部分双向通行 这么重要的地方就不能在旁边再挖条河吗 这个项目我看行 老铁们要不要入个谷 穿过水士运河抵达地中海 就是偏头事故发生的地方 这是靠港 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港口的PSC登船检查 先是上来检查完一堆繁琐的文件材料 又来到了存放伙食的库房 一个女官员指着冷冻的鸭子 说着很喜欢 那能怎么办呢 船长赶紧通知大厨啊 赶快包几只带走 为什么喜欢鸭子呢 咱也不敢问 想不明白 临下船呢 看到楼梯口摆着一只红色的塑料哨把 另外一位检察官说这应该很实用 水头很聪明 跑到仓库里啊 给每位啊外国友人 又带了一把中国的哨把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 几个人带着几只黑色的塑料袋 满意的就下船了 Zither Harp 感谢观看